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在为什叶勾勉连在普希金美术馆做的作品 我也喜欢这件作品,一直留着 谢谢馆长玛丽娜还有艾森德的慰问 我也很想念大家,想念普希金美术馆 应该说2017年10月9月100年 我到了墨西斯科在美术馆做的展览 是生活在从小受到苏联政治文化艺术影响的一位少年 也是一位爱画画的少年的一次返乡 在今天,全球受到这个 新冠病疫情的影响所带来的返载 跟我们在11月200年回顾的时候 讨论的革命、战争、灾难、人类的理想 这些问题都有共同的 我也希望,虽然疫情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 美术馆会闭关 但是我们也借这个机会 让我们那些前辈大师们 可以在关灯里面静静地休息一下 或者每天人山人海的 我们自己,大家也在家充充店 不要为着开馆、闭馆 整天在忙碌 可以思考一下人类 思考一下自己 享受一点点不同的时空 然后再一次回来美术馆的时候 就会感到什么都很新鲜 包括我们那些收藏和我们的展厅 记得在美术馆里面 我很在意 大家也喜欢 我在那么多大壮志里面 有一个小小的风筝 所以我也希望我们有机会 还能一起放风筝 而且是在莫斯科 好,那我们要不就放一个风筝看看 不知道今天有没有风筝 还不断 还不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